大家好,我是一华 过年了,不管是家里有没有客 做上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下饭菜 人多的时候会被抢光 人少的时候一个人也可以吃完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下饭菜 腊肉炒鹿绒菇 出锅以后鲜香滑嫩 脆爽开胃 是一道经济实惠 下酒又下饭的好菜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具体怎么做的吧 这是我在菜场上买的一些鹿绒菇 非常的新鲜 这里我花了六块钱 如果买不到这种鹿绒菇的 也可以用白玉菇或者是其他香菇代替 接下来准备一小块的腊肉 放入锅中将它煮熟 配料非常的简单 准备一小块的生姜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瓣大蒜 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装在小碗中备用 准备一小把的香葱 切成三厘米长的小段 不喜欢香葱的也可以用蒜苗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 然后准备一点红辣椒 现在的红辣椒很贵哦 二十多块钱一斤 把红辣椒用斜刀切成马蹄片 两到三个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腊肉也已经煮好了 用筷子可以轻松地插进去 就说明已经熟了 然后将它放在蒸板上 先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配了腊肉 炒蘑菇的时候放一点腊肉 吃起来更加的香 然后把腊肉切成长条 切好之后装在小碗中备用 锅中烧水 水开之后把绿仁菇放下去焯一下水 这样可以去除表面的一些灰尘和杂质 还可以去除草酸 焯水的时间不要太长 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然后控水将它捞出 放在凉水中过凉 这样过一下凉水 吃起来更加的脆爽 接着简单地抓洗一下 用双手用力地挤干里面的水分 接下来我们调个碗汁 小碗中放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提色 少许食盐 再来一点鸡精 一勺蚝油提鲜 最后再放半勺玉米淀粉 加入一小碗的清水 用筷子将它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放一旁备用 起锅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腊肉倒下去炒香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煮过了 腊肉里面的银份也煮出来了 只要简单地把里面的多余油脂炒出来 切好的大蒜倒下来 姜片也放下去 红辣椒也加进来 把这三样全部都炒香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大过您的能借用你的发财手 给我抵个赞吗 您的每一个抵赞和留言 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在这里感谢您了 接着把焯好水的鹿绒菇放下来 快速地翻炒均匀 鹿绒菇也是焯好了水 所以简单地炒干一些水分就可以了 接着把调好的料汁倒下来 开大火一边翻炒一边收汁 让里面的鹿绒菇吸收上面的汤汁 最后把切好的葱段加进来 快速地翻炒个六七八下 把里面的葱段炒至断生就差不多了 一道嫩滑鲜香的腊肉炒鹿绒菇就做好了 闻起来特别的香 看着也非常的有食欲 接着我们就可以出锅 转入盘中 在这过年的时候 仓座上不能都是大鱼大肉 做上这样一道既好下酒又好下饭的鹿绒菇炒腊肉 每次一上桌 全家人都特别喜欢吃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做出来全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并转发哦 点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感谢您的支持 最后祝您新年快乐 虎年大吉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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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